这个公布局是个什么 公布局就是古浪雨特色 古浪雨它前身有很多在岛上的原住民 那么1840年以后开始外国人进驻 越距越多越距越多十几个国家 他们在这里面也形成一个区域 就是一开始这个华人和外国人是分着住的 到1920年以后 那么华侨开始呢 就是进入这个古浪雨了 开始盖房购地 那么华侨的资金也很雄厚 势力也很大 这时候居住就不分 哪个是中国人哪个是外国人 就是华阳混在一块 那么这时候呢就变成一个就是 它不是朱介地带那有人管理 那么它就是由这个成立了公布局 公布局管理这股浪雨最主要的依据 就叫公布局律力 那么是这几条律力呢 我们选了比较有代表性的 不准用脚踏车在人员稠密之处 这人多地儿不能骑成圈啊 不能骑车 虐待动物 并且呢中国最早的狗证 养狗的证是中国开始的 这个应该在当年全中国 应该是独一份了 这个确实是在社区治理 社区管理上边 这个是独一份的 咱们去上面去看一个 古浪雨的这个世家 很有名的 讨一碗水喝 春草堂 是 这就是咱们三一堂的建筑师 许春草先生的 他们家是吧 对 你好 你好 谢谢老师 您这一台我们家彭毕生喝 不敢 您这个房子有百年历史吗 三零年到现在 这是从我爷爷开始 我是第三代 一条线一代 但是有六代这样 这还是真人丁星 来 先喝茶 您是著名的设计师啊 不敢当 他们家是建筑世家 建筑世家 一时古浪雨的建筑文化 它都是一种 一种责中主义的东西 就是洋为中用 这样在混搭在一起用 大部分的古浪雨的建筑都是 大概就是二三十年代的那个 那个华侨 华侨就是从这边处洋去打拼 中国人的习惯 赚了点钱就得一姐还乡 就得先不干别的 先盖个房子再说 那这房子呢 就我得弄点时髦嘛 我就盖 弄个洋师的房子 那很多其实它骨子里面 还是中国的东西 这就是传统文化 地域特色 还有这个 时代特点 特点 对 三者结合的 是 历史 国际 社区 这是古浪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最独特 也最核心的六个字 古浪雨的发展历程 不仅可以清晰追溯 外来文化的传播过程 更展现出 历经海外闯荡的 闽南华侨 对故土早期现代化 基本特征的塑造 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借鉴 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就揭示出 他们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基因 和他们所能发挥的关键